喂 您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明示全球新闻 我是李慧之 接下来这个小时 我们将为您来掌握国际脉动 首先来关注的就是 中东地区的疫情持续在扩大的状态 土耳其的总确诊数 已经突破8万2000多人 已经超越伊朗 成为中东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 而且很快就可能会超越中国 这场武汉肺炎疫情 不只使得各国的GDP暴跌 中国国内经济也大受打击 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他的五年脱贫梦也是受到阻挠 为了能够在今年消除全中国的农村贫穷人口 地方政府都在扶持所谓的脱贫攻坚产业 那么其中之一就是竹鼠的养殖 光是在广西的竹鼠养殖户就高达10万户 而全中国养殖竹鼠更高达6600万只 但是竹鼠是野味 而且还被认为可能是武汉肺炎病毒的中间宿主 事实上不只是竹鼠 全中国的野生动物产业链总值高达新台币2.1兆元 现在在国际关注之下 也成为当局的烫手生育 欢迎回来 继续大家看到的是在台湾防疫成效获得国际的关注 而东南亚的越南其实防疫同样也引发讨论 越南的确诊总数到目前为止是维持在268人 还保持着零死亡的记录 而其实早在去年12月底的时候 越南军方就跟民间企业合作 携手打造了武汉肺炎的病毒试剂 跟美国以及中国等大国并列 成为有能力出口检测试剂的七个国家之一 那么今年1月 越南也开始采取铁腕的防疫手段 来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包括越南在内 中南半岛上五个国家 都是喝着湄公河的水 那么这条被称为是 中南半岛五清河的亚洲第七长河 发源地是在中国的清康藏高原 上游被称为蓝沧江 不过2012年开始 中国在蓝沧江上先后盖了11座水坝 导致下游五国的水位急速下降 最新有报告的指出 去年底湄公河的水位 是降到了半世纪以来最低点 不但重创 中南半岛6000万农余民的生计 湄公河的水文生态也是岌岌可危 但你看到东欧的乌克兰车诺堡核电厂禁区 日前发生延烧十多天的森林大火 引渡引发担忧 有环保团体就表示 当地的辐射值飙升了16倍 不过乌克兰当局说 一切都在标准之中 而其实1986年车诺堡的核电厂爆炸之后 其实当地一直都被列为禁区 不过近年来乌克兰政府 是积极的推动车诺堡取无名化 发展太阳能以及观光业 尤其是去年影集 核爆家园爆红之后 称诺堡就成为了热门旅游景点 美国歌手Lady Gaga 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邀请 举办线上抗议慈善演唱会 多国大咖艺人也各自在家中演唱助阵 请犀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trained订阅